现在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觉得金马才是前线呢 金马最安全的 对 我也觉得 等一下问问你们金门人就知道了 这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会把金马当作是前线呢 然后现在台湾连海峡中线都没有了 所以西岸 整个台湾打起仗来 搞不好就是前线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你这个骗小孩也不是这样骗的吧 这打仗 你去当兵可是你不用上战场 那干嘛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骗美国就对了 我们开放萊猪 但是你绝对不会吃到萊猪 我们要你去当兵 但是你绝对不会上战场 问题是开放萊猪 是不是会吃到萊猪呢 不知道 因为通通洗产地了 那打起仗来 你认为有可能不会上战场吗 你没有当兵都要上战场 更何况你当兵 这不是很好笑吗 老是这样自欺欺人 老是这样骗选票 我就是没有意义啊 那为什么不面对美国的时候 把我们的国家立场 利弊得失理性的 都不能够跟美国人对话跟讨论吗 然后再自己搞这种耍白痴的一个手段 搞得好像我们整个 我们台湾的政府这个智商很低一样 那你觉得这样子父母就会放心 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很愿意去当兵 所以年轻人愿意去当兵 不是因为要上战场到第一线保家卫国 年轻人愿意去当兵是说 没办法我们骗骗美国啦 可是我不会上战场 所以呢 民进党也不相信年轻人有要保家卫国 有要打仗的决心啊 那这 这不是一场笑话吗 好啦 那现在呢 这还是 一物一有 那志愿意呢 连志愿意招募来的新兵之后呢 就后悔了一大堆 那他为什么后悔呢 为什么是误会一场呢 然后通通都要申请提前离营 都要退役呢 那我们今天志愿意 他才能够长期完整的训练 变成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 真的打仗的时候可以发挥作用 那我们今天如果连这个志愿意 都有重大的问题 那你不先这个对症下药 是因为对待遇不满呢 还是军中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说 太糟了 我没办法 还是认为说 当兵没有前途 他的人生的规划忽然间又做了重大的转变 到底为什么 那今天所有的问题通通不去面对 面对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啊 一个谎 接一个谎 然后呢那个谎越说越好笑 好像是搞笑 好像是在跟大家开玩笑一样 那你觉得呢 解放军在网路上面 在电视上面看到台湾这种新闻 他在想说台湾现在是在耍宝吗 这样子要跟解放军作战吗 我觉得这一些都暴露出我们政策的自相矛盾 不切实际 对我们的国防战力 对我们的军心士气 也是毫无帮助 反而是有负面的影响 与其如此的一个政策 还不如重新检讨 那真的要对台湾有利 对我们的国安有利再去做 不要再搞这种乌龙了 其实现在的战争情势跟过去不一样 那可以参考了就是七年的俄乌战争 跟今年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 这战争还荒兴威亚 还有更大的动作 以色列马上要进行地面部队的攻击 但他有一个现象 就是战争一开始的话 一定是飞弹 火箭 炮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牵打 把你打了东倒西发以后 我才会有下面的动作 一定是这样 那现在反正这些东西不用怕 那第二个呢 就是无人机 很流行 你看俄乌战争的无人机 我打你的坦克 打你怎么样 打完了以后 无人机还可以变成炸弹 神风特工队去炸 所以现在大概这些都是一个 现在战争大家各国都在参考的 就看原来是这样打 可以这样弄 那台湾呢 台湾因为它对我们比较有利 就是我们是一个海岛 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话 等于说你要跨海来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 有人要打你一定飞弹打得更密集 对不对 我先把你打那个 我才坐船 后怎么样空降 后才过来嘛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那这种战争形态既然已经确定的话 那你要看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买这些 有用吗 其实我们这些无人机买了这么多 这些是低阶的 我们真的是有市价死神的无人机 要花168亿8千万 可美国还不给啊 我们已经跟他买很久了 他还不给 那现在大家讲的就是说 你们可以操作无人机买这些是低阶的 这些是用途不太大 做一些侦测的啦 或者一些干扰的 它其实没有什么攻击性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这样 那我们另外一个 大家觉得应该是比较 将来的强项 就是我们还要买66架F-16 那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那么多飞行员 那将来会更少 为什么 因为少子化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少子化 所以那民进党 他当然他现在发出一个大饼 告诉你 你们将来EUV四个月变一年 不会上主要的战场 不会去做战备的部队 或怎么样 反正先骗再说 那骗美国就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把兵役四个 所以四个月又变一年 去骗美国 又去骗家长 民进党真是就是一路在骗 那这种战争的情势 它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要不要去挑动 因为要做对比的太容易了 马航九也当八年 蔡英文当七年半 那过去为什么不必这样 蔡英文的特别预算 它是13项 我刚刚讲的66架 66战机 总共是花了2472亿 所以立法院早早就通过了 那他还有一个海空金的 海空的战力提升 花了2369亿 就是也是 所以这些战备的钱一直花 其实最主要是 没有那些人可以来使用武器 那这个就会让 我们整个的破口非常大 可是政府没有想到 他也没有办法 无法可施 所以你看到的情况 就是不只说战备的人会变少 就光自己国防部 自己统计 大家也知道 你现在这些缺口 就是会少十个赢的兵力 因为人太少 人生得少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马政府时代 2016年我们的人口 还有21万多 每年生了小孩 我们今年虽然还没到 但已经可以算出来 今年的小孩出生只有13万 少了7万 7、8万能跑去哪里 没有人要生 那马航九当然 他前一阵子他要讲 因为可能有战争因素 战争是其中一个因素 当然很多是生活的问题 你赚了薪水 自己都不太过活了 对不对 你还怎么去养小孩 会有那些各种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执政的 我们光要就少子化 蔡英文到目前为止 已经花了4500亿左右了 结果花4500亿 小孩越生越少 这个就是一个执政的 你的能力 是有很大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看 这些军事武器 为什么 现在的讨论度越来越高 就是因为 眼前有战争正在发生 全世界都在看 从七年的二物 到现在的尾巴 对不对 大家都担心啊 那台海常被认为 是下一个目标 那你要思考 你当一个领导人 你要再引起这样的氛围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